一场车祸对走至今 救兄弟反目 因为他没有这个 所以他有钱 对他们货害 我不去抗争 我觉得死掉 当时拿出了多少钱 答应拿出了一百万 一百万赔偿还 是谁在暗部陈仓 大姐跟大哥 一共拿了三十万 给了你二十万 对 那还剩下来的五十万呢 陪我姐打了个线张 你觉得这四十万里面 应该给您多少 我觉得这四十万 应该还能有五十万 十七年来 背负压力和指责 怕使人不重 还是别有用心 就算一家七个人 三个人都突然没的 都是从我心端里头挖走的 我三个呀 他自己去到那个 父母的坟都哭混了 你们还要 眼睛拿着钱 还要去被人去打 就这壳门 还上来 还挺这儿的 金钱来和亲情PK 金钱绝对败诉 敬请关注 辽宁卫视 复合天使 要一百万 是不是要一世情 您的复杂问题 我们合力解决 这里是辽宁卫视 大型公益服务节目 复合天使 我是李小枫 欢迎您的收看 家住在沈阳的从先生 给我们打来电话 说在十七年前 他的父母亲 因为车祸去世了 然而开车的这个人 正是自己的三弟 三弟为了平息家里 其他兄弟姐妹们的 愤怒之情 拿出了一百万 供家里来支配 然而就在这一百万 分配的问题上 从家从来就没有安宁过 这一家人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记者的外场调解 1995年 两位年迈的老人 因为一场车祸 离开了人世 而开车的人 正是老人的三儿子 从严民 老人去世之后 从严民自己也是 恢恨不已 并拿出了一百万 希望能够平复家中 其他兄弟姊妹的 悲愤心情 可对于这一百万的分配 二哥从严贵 却有着疑问 父母去世之后 从严民先拿出了 五十万进行分配 但是之后 因为从严民也去世了 剩下的五十万 已经无人问津 可是就在去年 大姐从严方 由于自己及大哥的名义 将老三的妻子 告上法庭 索要剩余的五十万赔偿款 并且胜诉 获得了四十万的赔偿 从此也激发了 这个家庭 一系列的矛盾 除此之外 父母留下的一套门市房 在前不久也已经动签 可是大姐三番五次的 向自己隐瞒 动签款的数额 这也让从严贵 十分不理解 大姐对于赔偿款和洞签款的隐瞒 让从严贵十分不理解 而随后大姐的一个行为 更是让她十分恼怒 原来大姐从严贵 以前还欠着从严贵三万块钱 并打了一张欠条 原本没打算要这笔钱的从严贵 怎么也没有想到 姐姐竟然背着她 偷偷拿走了欠条 这让从严贵十分生气 也十分困惑 大姐为何如此对待自己 为什么大姐要拿走赔偿款 为什么要隐瞒动签款 为什么要偷走欠条 然而对于弟弟这样的说法 大姐从严贵十分气愤 你现在给我逼到墙角 我不去挣扎 我不去抗争 我就得死掉 我就被你给我掐死了 我能不说吗 从严贵告诉我们 因为二弟疯狂的索贵行为 已经将他逼到了绝路上 才做出了这一系列的举动 而对于这个说法 家里的四弟却不认同 我姐是啥的意思 我们都不跟他来往 就我姐跟他一直 老是绑他 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绑他 到现在我都理解不了 就是始终我理解不了 没有原则地去站在他那边 在四弟看来 姐姐最护制的就是二哥 可是二哥还是不知足 总是会得寸进尸的 索要更多 我就说他没有得 因为他没有得 所以他以前他有钱 也就会都败后没 这种人吧就不要有钱 有钱对他来是一个祸害 在从严贵看来 姐姐从父母的赔偿款 动轻款 到现在的三万块钱欠条来讲 没有一点看出来 姐姐是护着自己的 而在四弟的口中 怎么就完全不同了呢 这场从十七年前 父母去世就拉开的家庭内战 究竟该如何收场呢 今天呢 我们其中的二哥从严贵 和大姐从彦芳 也来到了我们的调解现场 现在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有请 这样我先问一下 同大哥 您今天来我们调解现场的 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有四个 我父母在的时候 存款有三四十万 我父母去世的时候 那个有个造私赔款 这个呢 有四十多万 叫我姐独自在友的 我家老四 早日把我打伤了以后 我姐呢 为了免除她那个 受到那个 受到那个牢狱之灾吧 替她解了个欠条 给我 这三万块钱 我也没有得到 嗯 令我特别的气氛 令我特别气氛就是什么 父母留下的房子 冻钱了 从头到尾 就不告诉我 到这个冻钱了 那个他们得到了房款 也不告诉我 他们失分了 因为同样都是一奶同胞 我说 我说我就想知道 这个冻钱款是多少 你不应该把我冻钱款 这个资金 全给我裹住了 嗯 是不是 好 第一个希望大家 把属于你的那一份钱 还给您 第二个是要还您一个知情权 对 好 接下来我来问一下大姐 大姐您今天来的诉求 又是什么呢 从打那个冻钱款 就是我妈 我父母那个冻钱份以来 她就不断地骚扰我 尤其这个五一以后到现在 就是总给我打电话 今天要钱 明天要钱 就是骚扰我 嗯 最后就说 我今天上法院告你 明天上法院告你 再不就 我就上你单位 我就横躺着打漱条 我就是到你单位闹 我就是要毁掉你的名声 我就希望大家来评评这个家里的事 评评他提出来那些问题 我把这诈算清楚 究竟是我该你 还是你该我 我对你怎么样 你对我怎么样 让大家来评说 恶人先告状 首先了解一下 家里一共有几个兄弟姐妹 现在 我老大 下面四个弟弟 他是老二 老三 大弟弟现在在哪 在国外 在加拿大 加拿大 他儿子呢 然后二弟弟是他 还有两个呢 三弟弟是2001年3月29号去世了 还有个老弟弟 还有一个小弟弟 老弟弟 对 接下来 从大哥我们来慢慢地聊一聊 这个第一个 今天我们先聊赔偿款的问题 当时这个赔偿款是从何而来的 你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过程好不好 17年的昨天 我父母 双双遇难了 这个出事了以后 本应该造试者是赔偿 那个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但是本是我们家的人 咱们都不能让他受到刑事处罚吧 是已经去世的那个三弟弟是不是 对 他也愿意拿出这笔钱 当时拿出了多少钱 大约拿出了100万 后来老师还拿出了50万 先拿出了50万 这50万你们三个是怎么分的呢 我姐就说 你先给你拿出20万吧 完了剩一钱你就问完了 大姐跟大哥一共拿了30万 给了你20万 对 那还剩下来的50万呢 给我姐打了个线条 这回老师去世了以后 我姐拿出了这事 提起这事问我 这个官还能赢 我是够呛的 她说那我也得要 她说要还得以我们三个人的名义 你和你哥 我说行 我说你要上法 你要告他 你上法要我给你倒铁去做证 有这事 确实就那么回事 后来他要回来40万 你觉得这40万里面 应该给您多少 我觉得这40万应该还得有10万 10万 接下来我来问一下 大姐 当时父母亲去世 这100万的赔偿是谁提出来的 当时因为我的三弟弟就是把我父母送走了 送走的时候他非常地痛苦 他就说姐 我妈我爸没花着的钱 我给你花 因为我这个公司 你给我做了很大的贡献 我这个公司 他在经营 除此之外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来办 所以你觉得弟弟的意思是 这100万都应该给你 给我 然后我就说 我说别那样吧 你给小宝一些 小宝是我大弟弟 是我下边人 我说你给小宝 你再给杨贵 得贷他点 这是我说的话 而且他说了不给他 他在我们的里头没有任何贡献 我说算了吧 算了吧 你还是给他吧 这就是我从我这里头拿出来给他的 当时是这两情况 这个弟弟也说了 第一笔50万 他拿了20万 然后您跟你的下面的大弟弟 一共拿了30万 后来又给了40万 这40万您就自己拿着了 就没有再通知他 可是他的意思是 你确实以他的名义去要的 有这回事吗 完全不是 当时给这个50万 这时候呢 他就需要 就是那个 这时候他就需要 要钱了 他就要 要 就说所说的100万嘛 100万 他应该10个 那这时候 他又要10个 那就是全都给他了 是吗 全都给他 剩下 那就说 你觉得剩下来的80万 跟他就没关系了 跟他没关系了 这中间呢 我的三弟弟就说了 那个 姐 那个 我还是需要钱 因为我 虽然我把我爸 我爸送走了 但是 我的损失也很大 那个 我的钱呢 资金不够 你先给我拿回来 你先给我拿回来 晚上我也不能缺你的 我说可以 可以 就这么 就等于什么 我把钱 所有都给他 可是我们的钱 就给老三了 老三身体平时也不好 他说他的媳妇 不照顾他 不给他洗衣服 不给他做饭 也就是说 您对这个弟弟媳妇 是不满意的 我特别不满意 所以也就是说 在弟弟去世之后 你觉得非得把 属于你们家的 那个部分的钱 拿回来 我非要不可呀 好 这次官司之后 你们没有想到 这个二弟弟 不给他 为什么要给他呀 理所当然 不应该给他 1993年 他养大车的时候 他需要钱 我把10万块钱 那叫93年了 我们家所有的亲戚 所有的都知道 我拿出来这个钱 后来他那个 他和他爱人 离婚了吗 我着急呀 因为这个大苦了 这10万块钱 我不好对待 我的家人呢 我的爱人呢 好 也就是说 弟弟还欠你 欠我10万块 好 大姐说他第二次 再去打那个官司的时候 你坚决说你不打 为什么不打 没有 你傻子 我没说不打 因为毕竟 我对法律这方面 还有个意思大解吧 再后来 他就不通知我了 也不告诉我了 刚才100万的赔偿款 我们大概了解了 第一次的50万 你拿了20万 大姐跟大哥拿了30万 第二次的40万 大姐说真正拿到手的 只有29万 接下来我们聊一下 第二个 父母的存款 和房屋的租赁金 父母当时是做什么的 从先生 生意都不大吧 就是一个杂货店吧 你觉得他们大概 能留下多少钱 一年怎么能够 对付30万块钱 经乡了10了多年 怎么也有30万 存折当时是在谁的手里 在谁手里我不知道 但是我这两个哥姐 他俩是肯定会知道的 房屋是谁出租的 我哥出租的 大概租了多少年 有多少钱 咱们在30多万 那么存款 再加上这些租金 一共有多少钱 您心里有数吗 三个月的 七八十万 七八十万 那你觉得父母亲 留下来的这些钱 现在在哪 谁也不知道 因为咱父母是 突然的去世 也就是说 你对于存折里面 剩多少存款 也只是一个 大概的猜测 你也不知道 也没有见过 没见过 我来问一下大姐 刚才弟弟说 父母过世了之后 留了一部分钱 还有房屋的一个租金 有这回事吗 不知道 父母亲有没有存款 有没有存折 我没有 你都不知道 没有 我不知道 另外我妈的身份证 在她那 一家人过日子 总归会有一些 不幸和意外发生 但是这是能够 拿钱出来 解决和解脱的吗 相反 当这笔钱 拿出来的时候 很多事情的性质 似乎就变了 其实如果我们 去旁观者来看的话 这只是一起 家人不幸的车祸 老三自己 可能也是受害者之一 她只是自己内心难过 无法解脱 她愿意拿出这一百万来 但是这一百万 就埋下祸根了 变成兄弟姊妹 打架的一个因素了 恕我直言啊 我有一种感觉 听了你们刚才 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趋利避害 避重求轻 回避关键问题 就刚才你们两个 说的事 我们从法律的脚 从我毅然的感觉来 我们来断一断 第一个 一百万的问题 你们现在 老二来讲 这是给遇难者家属的 赔偿金 精神抚慰金 或者叫经济补偿金 我们老大姐呢 她的说法是 这个钱里头 不光是这个钱 还有给她自己 因为老大对老三 有很多的生意上的照顾 生活上的这种关爱 所以老三给了 大姐很多钱 那么这个钱呢 是发生在 父母意外去世之后 这个钱到底 是干什么用的 我想你们姐俩 应该很清楚 这个问题很简单 那么当时老三 或者老三媳妇 给你们打欠条的时候 给谁打的欠条 欠的谁的钱 能告诉我一下吗 大姐 我还是想 那个就是一百万的事 我想说 好到我来说 如果说大家现在 还是我回到 我刚才那个感觉 如果大家依然在 趋利避害 回避关键问题的话 那我来梳理 那就是说 你们现在不想说出来 当时欠条打给谁的 好吧 我们这个可以 作为一个悬疑 慢慢你们会知道 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到法院 起诉老三媳妇的原告 到底是几个人 都是谁 大姐告诉我一下 我们三人 你们三个人对吧 对 老二你能知道 没起诉吗 法院没通知你去开庭吗 没通知我开庭 在律师的追问下 老二从严贵说 自己没有被通知去开庭 但是在之前回答主持人的问题时 他却不是这样说的 我说你要上法院 你要告诉他 你上法院 我给你倒庭 去做证 有这事 确实 就这么回事 从严贵 为什么会前言不达后语呢 难道就如同律师所说 他在刻意地回避什么吗 没通知开庭 是吗 那算你撤诉是吗 没有 那是不是你们当地的法院 出了问题 我能不能说一下 他这里头他都不知道 你们都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在回避 你们说的都对 我们说的都对是吧 这里的事你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你们就是说 没有把关键事说说 如果我建议大家 如果我们的大姐和老二 再不说关键问题的话 我想既浪费你们的时间 又浪费我们各位调解员 以及在场我们观众的时间 再来说第二个问题 你们都在回避关键问题 父母去世之前 跟谁生活在一起 请告诉我 自己 自己生活在一起 OK 那就说老人在去世之前 他的财产是没有人管理的 对吧 对 刚才你说了 这个租房子的时候 是老大和老二在租房子 每年的租金 每年分一次 那么老二说呢 从来没分过 应该有三四十万 那么现在老二 请你告诉我们一句实话 你有没有分得过这部分租金 没有 一分钱没分到是吧 我分过 因为他是第一次分 那个租出 应该给了我几百块钱 我问你 超过一两回 你大姐说了 每年都分一次 你到底分没分到钱 就是他这个租金 这租金给了我一两次 以后再也不给不提了 就不给了 以后不给了是吧 那我们不知道 谁在说谎 但是我希望 接下来的时候 希望我们的老大姐和我们的老二哥 已经这个年岁了 真的对我们人 我们所有人能够说点真话 我谢谢你们 按照你们当时的约定 老三给你们拿出一百万 第一次呢拿出了五十万 给了老二十万 剩了三十万 三十万你和你的大弟弟 也就是他的大哥 有没有拿到钱 拿了 拿了之后他需要 我们又给他了 这个过节他不知道 因为这个组织 也就是说 对于老三来讲 老三没过错 把钱给你们了 你们都反过来 拿了自己的钱 去帮助老三 照顾他的生意和生活 是吧 对对对 那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 对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 我们又把钱又给他了 他得到了 这个姐妹啊 挺激动 这个二弟呢 现在也在场 通过你们这个家庭 这个纠纷 我内心 我不想知道 你们一百万 还是五十万 我心里很痛啊 我痛在哪儿 我想知道 老父母 父亲母亲在天之灵 要知道你们儿女能这样 其实你的三弟 也不想这样 因为这个造势者 是你自己的弟弟 那么在拉父母 去大连的途中 出现这个事情当中 是你弟弟 能愿意的事情吗 是指你三弟 我当时我感觉到 他的痛心 你们可能他自己撞枪 可能都是 都不足以啊 他甚至自己 可能都要死啊 对 所以说这个钱来的是 怎么来的 我想知道 你们每个人 为你三弟 想一想啊 所以我把钱 都给他吗 他用钱吗 用钱我们就给他了吗 所以说 他得着了 我们没得着啊 所以说 我弟弟过世以后 他对我弟弟 对我那个媳妇 对我弟弟不好 我才需要的吗 就是这么简单事情 所以说 所以他不知道 他什么都不知道 大家 就看 就说一百万 就说一百万 你不知道 你别中间我和我三弟弟 就说他需要资金 我们再给他拿回去 就这么在 还在这个里头 姐妹呀 过后我们才得到的 姐妹容我说两句好不好 他知道什么呀 他知道啊 因为这个钱的当中 所以你们听听我 我们每个人也不是说 说他一百万五十万 现在我们就讲这个亲情 是不是啊 于情于理 我们家就讲情感了 我去的哈 我 我的感情比你还深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去的哈 因为我弟妹 对不起我的弟弟 我才下决心 给他要来 干什么不给他 干什么给他 他太去我那个弟弟了 啊 那个你当时去世的时候 你宛于我们 我怎么把财产都给你 我而且还有 我的借条还给你 他说我情感上 不能理解我那三弟弟 我完全理解我三弟弟 我不知道吗 咱们家要是一个碗掉地鞋 我们都觉得心疼啊 说起这些年来 为这个家的默默付出 和自己承受的巨大压力 大姐的情绪 一度变得十分激动 那么大姐从严芳 这么多年来 真的是一心一意地 为家庭付出 还是只是妄想 抢占父母和三弟的钱呢 为此 从家的四弟也来到了现场 他又会说出 怎样的秘密呢 来 从先生 首先问一下 您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我今天来啊 就是要什么呢 把这个亲情重要 还是金钱重要 拿上来 乘一乘 大家都心里 每个人都有良心 来看一看 哪个情哪个重 好 其实我们编导 在跟我说 你们家里的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您特别棒 因为自知之中 您完全没有卷到 这笔金钱的纠纷里面来 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 在你心目当中 其实亲情 比钱重要得多 对 是这样 那你看到家里的姐姐 还有弟弟 发生这样的争执 这应该是哥哥 对 你怎么想 我非常含心 因为我在家里 我是最小的 最小的 他是最没有发言权的 所以就看着这些事 这也没法说 我也决定不了 所以现在出现这种事情 我自然有我自己的看法 但是我左右不了 而且我在这里面 是一个受害者 你们几个就说到我 这十几年来压在心里面的那种痛 你说你兄弟姐妹 我三个呀 因为送走之后啊 他自己去到那个 父母那坟都哭昏了 都闹得那么成功 你们还要 已经拿着钱 还要去为这去 就这磕的事 你还上来 还考这儿了 磕的事老了 既然要说 那咱们就一件一件 捋清清楚楚的 咱们一个一个来 这个 这个要 这个钱的事 我没介入 但我认为 这种 像你们说 那是弟弟 他什么心情 你们还能要人这个钱呢 对不对 这事儿 完事儿 完之后 还整 还抢 还有脸上这上面来 这感情就像一个铁词 是你挽我一下 行 我再指一下 我不舍 我亲情还在 但你把我舍的时候了 我亲情我就没有了 他就给我掰舍了 来 有几个问题 可能要再问一下 你就可以问了 我们刚才 聊到了赔偿款 还有父母的存款 和房屋的租金 接下来我们聊一下 房屋的洞签款 洞签款有多少钱 洞签款是 这里面吧 房子吧 是有三处房子 一个呢 是那个二楼 我父母住的那个地方 父母住的地方呢 完事儿呢 父母去世之后呢 他就搬去那个住去了 搬完那个住之后呢 这房子呢 他们就说要办手续 完事儿呢 就改到他那个 前期那个名下了 就他给散了了 这是一个房子 那借着你们 当时同意吗 那个我姐没有同意 我们呢也没有同意 我说这三个房子里面 他拿走一套房子 剩下这两套房子 我们三个人分吧 这钱吧 或者你那个老大那钱 你自己拿剩下我们房 我分吧 他俩不同意 他俩整个向着他 给他 天才给他 好 我说那你给就给吧 就这样呢 这个房子呢 总共是七十多万 大概七十三万左右吧 这个两个 你老大的 你把你的钱拿下了 剩下呢 完事儿不过 给他了拿了十万 我说那你给他拿五十万块钱吧 要觉得哥们的话 他俩还可以要给呢 好 我说那给就给 就这样呢 给他了十万 剩下呢 我们几个人呢 根据这个情况 就大概就分了一下 总数 你一直要知道吗 钱数就是这个钱数 好 还有第四个问题 也就是刚才这个 哥哥提出来的诉求 大姐的三万块钱的欠条 他 那什么 挨打完之后 管我要了 我要了八万块钱 完事儿呢 我大哥又给拿了一万多 我三哥拿了一万多 他呢 他又给拿了一万 这样三万 最后他用我三万 知道我再给你写个条吧 我还差你三万块钱 这三万是这个 听起来其实 怎么说呢 感慨挺多的 就是 我突然把这个时间 往前倒了一下 父母是九五年的时候不在 然后大姐呢 相对来讲 就更像是 又像当妈妈 又像当爸爸的一个角色 把这个家撑起来 所以如果说 在父母的眼睛里面看 他最愿意照顾的 可能是那个 不太成气的孩子 因为觉得这个孩子 几个孩子都成人 都有本事 偏偏这个孩子 显得弱一点 对 他愿意更多去照顾 在照顾这个弱一点的孩子 同时 那几个有本事的孩子 首先可能难免要吃亏 要受委屈 什么事要让着一点 再有一点的话呢 那个弱一点的孩子呢 可能就习惯了 一直被照顾 一直被惯 但是 父母最后 不管惯也好 不惯也好 他希望是每个孩子 都能顶门立护 他一定不是希望 二十年之后 大家用这样的方式 再坐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刚才大姐几次 就是我看到大姐都要落泪 原因是我觉得 她的委屈在什么地方呢 她没想到我的好心 我得罪了我那么多的兄弟弟兄 我就希望我这个弟弟 能够领我一个情 能够不闹了 不折腾了 但是我没想到到今天 我这个弟弟还来跟我算这些账 这个时候大姐的伤心和寒心 就有道理了 但是我不理解的 说实话 二哥我真不理解 我不理解为什么到今天这个状态 您还可以跟大姐 用这样的方式来对话 其实今天我们看肢体语言都能看到 大姐很累 她在强撑着 可能在你眼里觉得 这个女人太强大了 而且这个女人 把家里所有的主都做了 她做的主都是让你吃亏的 她把什么事都瞒着 她占了便宜不告诉你 她委屈你了 但是你不觉得她累吗 你不觉得她在父母走了之后 甚至在父母走之前 她帮你们撑了很多事情 她在照顾你们兄弟子妹这些人吗 然后你还可以插着手 这样的方式来对待她 这也是一个六十开外的人了 所以一家人如果说 以前的事情 我们一笔糊涂账 就把它翻过去了 今天这个账还可以再继续算吗 当年吃亏了 就算你吃亏了 你吃点亏怎么了 有那么大的委屈 就那么掀不过去吗 这个委屈那点亏 就能够大过今天兄弟子妹 这个情分都不要了吗 我觉得有些东西不在人讲什么 大家是能看出来的 你可以说他们都是瞎说 如果全世界都瞎说 只有你对 你觉得你真对吗 你还是不了就 你不要以为他在那块胡扫八道 就以为他们俩好像是 确实对着我 我是不对 今天不想再提那一百万了 但是到这份上 咱们我就再啰嗦一遍 再提一遍 那一百万 咱们不提 大哥大姐拿了没有 拿了多少 这些没意思 咱们就说那一百万 您拿了二十万 然后您说 这二十万里头 现在还剩四十万 这四十万您的要求还有十万 那就说一百万里面 您要三十万 兄弟子没四个 咱们就是什么都不提 咱就均分 咱能张嘴要三十万吗 您顶多也就要个二十五 到头了吧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要吗 因为这里头是出那个 他和老三 当初是一个股 在一个 他俩是一个公分 一个公司 他俩合股 在干这个买卖 他俩买的这个车 明白吗 他合股 跟他分不分这笔钱 有什么关系啊 这一百万 所以他俩拿出来的 他俩拿出来的一百万 后期我说是这个 这个是四十万 我说过 我不想要 一百万是老三拿出来的 也是您告诉我 也是他俩 一百万是老三和老小 拿出来的 也是您告诉我的 那一会儿 您还会再告诉我 其他版本吗 借着刚才一位老师的话 我想说一说老二的心态 您有个哥哥的样子吗 不管之间家庭 发生了什么矛盾 矛盾 你是制造者之一 你也是参与者之一 你是有份儿的 假如说今天到这儿来 我们能够带着一种 反省自己 检讨自己 弥补家庭伤痕的心态 你们在这儿就不会 吵得这么厉害 所以接下来放下怨恨 放下指责 好好想想 你们对对方还有情感吗 你们是血浓于水的亲姐弟 好吗二哥 好谢谢 吴老师 在进行这场调解之前 节目组给了我这厚厚一叠的事件介绍 从当中我读到了老小的通心打理 那么对老小的这种通心打理 我负责任的说 我最后解读到的 是在他的心当中 亲情比天还大 这个是我作为和他的一个同龄人 我和你同睡 一个同龄人的这种解读 所以我建议 今天这一场调解 因为是涉及到 亲情的金钱问题 财产问题 我们要用亲情的力量来解决 这是一个大的纲要 这是我个人所判断的 谢谢 看到你们三位同时 鼓掌其实感觉很欣慰的 大家的这个目标越来越一致了 你在生意场上这么多年的摸弯滚打 您又是老板 您对您的员工都可以包容 对您的生意伙伴也可以包容 对二哥过去做的不像你期待的那样 你能做到包容吗以后 没问题是吧 没问题 好 谢谢你 那么我想再对我们的这个老大姐说一下 都是兄弟姐妹 不会说谁亏的都到边了不可以了 那在这里呢 我想给我们这个老大姐呢 一个建议 在现有的四个兄弟姐妹之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老二的条件是最不好的 我们是比他强 强一些 那我给您一个建议 您回去和您的大弟弟和小弟弟呢 回去商量一下 如果能从父母的遗产中 再拿出一部分补偿给老二的话 那这个事情矛盾就没有了 我想您也六十多岁的人也要过自己的晚年生活了 这是我给您的一个建议 您回去参考一下好吗 那多少啊 嗯 好 我们再来说一下老二 我们相信大姐的良苦用心 所以在这个时候能不能也理解一下我们的大姐 能做到吗 我跟你说 就是当初在开节目之前 你们可以看了 记者采访的时候我也说了 我说就他给 替他拿了三万块钱 他要不去抢 我这辈子都不会管的要 甚至我跟他说我 我跟我姐 我对不起阿姐 我不应该指示你 甚至我跟我姐说我 我说这个钱 这条你不抢肉 我一辈子不再还你去要 好 那就说您刚才的这个四项请求里有一项诉讼请 您已经直接放弃掉了 那么我们能不能这样 刚才大姐答应了 回去和你的大哥和你的四弟商量一下 从父母的遗产中 或者从他们的私人财产中 再补偿一部分给你 你能不能做到 不再去打官司 不要再去法庭 把今天所有的事情再揭露一遍 能做到吗 可以 可以是吗 我很欣慰 谢谢 二哥 我们交换一下意见 你当时的这个初衷很好 对三万块的鉴条 如果你做得更漂亮一点 当着大姐的面 把它撕毁 这是最好的一个做法 也实现了你的这种愿 不抢肉体 就是说是这个 一百万的领则 是以前我也不提 我也从来没提过 为什么今天我要是说 就像上法院打过来 就是说我要是把一页一页 要以不要的东西 我都要抬 拿出来 我为什么 就是说是 我其实这笔钱 我也不想要 为什么不要 因为是 已经事情过去了 就过去了 但是我今天 为什么要抬出来 我也要抬出来 有这回事 你别被美人 我不管你要 你就你先里得最钱 我就是 你这样的 我不跟你俩算话 你俩你别跟我说话 你看 我不认识你 因为你今天 一切的胡说八道 我就说 尤其说是 你找派人打我的时候 你因为你不在场 你就没有看得当作 老二我能拦你一句话 就告诉我 今天所有人说的话 又白说了 老二我能拦你一句话 这样人 这样人也 我不打 我觉得是这样 我跟我姐 我可以告诉他 你那十万块钱 我可以 我不要你钱 但是我哪可以 我可以拿出来说事 你不听 没听明白 我觉得我刚才挺成功的 现在又好像 要挽回失败的边缘走 是这样的 我看到你的年龄 跟我父亲的年龄 是一样的 我们都有 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君子一言司马难追 如果当时刚才的三位 对我所说的是 真心实意的话 我希望我们 不要再往前倒 不要去倒 伤害情感的事 你们三位能做到吗 能 没问题 好 谢谢 我看到身边的这位 从大哥 一直在凭凭点头 您现在是什么想法 我现在心情 比刚开始心情好多 有一种 那个亲情毁毁的那种感觉 大姐呢 因为我四个弟弟 你想我老大 没有妹妹 没有姐姐 要处理这个家里头 这些事 尤其这个买卖 亲钱 这个老二是弱者 我就是站在他那一面 就压着他 尤其压着这老小 这个事 我是这么看的 就是说 就是你欠我也好 我欠你也好 你心里明白 我心里明白 我的意见 你不要再翻以前的账 以后你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问题 你还是我的弟弟 我还会站在你那说话 是吧 这边 这边理解我也好 不理解我也好 我相信小冬是重于情了 所以我在这个记者采访的时候 我最后收了一句话 收什么 就什么叫幸福 因为我们家 我父母突然没了 我的三弟弟突然没了 就说一家七口人 三个没了 三个人都突然没了 都是从我心肝里头挖走了 我不知道你这个燕贵 你有什么感受 但我是非常痛苦 我晚上睡不好觉 我就想到我妈 想到我想到崇严林 总是这么 就是这个 总是想着 就是说那个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家人 都快快乐乐地活着 活着就是幸福 你知道吗 再举付一个 我六十多岁了 你姐夫也六十七岁了 你也将近六十岁了 她也五十岁的人 也就是说 我们的好日子不多了 我们的身体状态 只能是往下去 再加上我们互相残杀 互相折磨 家具死亡 就这么意思 谢谢 好 大姐跟小弟都表态了 现在听听看二哥 您的想法呢 通过这个平台 通过这个律师 这么个大伙这么一说 是确实 真的大姐 我也知道 你在这些年来 父母不在的时候 你也确实是在恨恨我 爱我 但是我今天到这台 我就是说 就对这个 你们这个做这个 瞒着我这事 我相当相当不满意 相当相当收集 本来像这个老师就说了 你本来你就是在家里 就感觉自己好孤独 是我确实因为感觉挺孤独 你说跟你们上大姐说 跟小姐说不上话 只能我自己 干我自己的事去吧 干有的时候 还干不来 反正你们一个家 自己又研究了 自己把钱粉了 你说把我一片一边 没这事的 你说我和我是个啥的 你说我能 我换过来 把你老大片一边 我们四个三个人说了 把这事研究完了 你一看到心情 可能也不太好受 所以如果选择了 这个复合天使 我天天看着 看我就感觉 这个地方挺好 是个说话地方 我就说 确实这个节目 是个暖心 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真是这种情况 其实你 姐你真不理解 你以为真正管你 要是十万块钱 不会的 你放心 这永远不会 要是十万块钱 你以为真是的 当真是的 还要给你下 现在我觉得 很开心啊 一家人 在我们四个天使的 调节现场 敞开心扉 说自己内心 最真实的话语 而且 每个人脸上的表情 都是快乐的 幸福的 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今天 三位 你们的诉求 现在 算达到了吗 达成了吗 我是很满意 你很满意 大姐呢 我没想到 这是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 从彦会 会能说出这么多感受 这是我没有想到 主持人问我 说一句满意不满意 我非常满意 是我没有想到 这么好的结果 这是我想 这是我 我非常感谢你啊 给我利用这个平台 你能说上话 你能说说话 我也能说说话 而且把我们俩的感情 又拉回 到原来那个位置了 就是这么 我还得说一句话 就是分我妈 这个拆迁费的时候 你不说 为什么你 你不告诉我 为什么你要骗我 因为这里头 我要告诉你 你有些不理解 你可能还要跟我俩争吵 所以我没敢告诉你 但是 但是 我还告诉你 我始终站在你那面 我拼命 使劲使劲的 就是一定要把你 要给你达到满意 这是我的心理 始终的心理 这是我始终的心理 好 二哥今天来的时候 带的诉求是最多的 跟我提了四个 现在呢 你满意吗 现在就是说啥 这个其实 都签款这个 我觉得我应该 我还有该得点 其他的 一些离开 我都不要 好 那既然大家 今天都摊开了 咱们就公开地来解决 如果我们把这个 73万都作为父母的遗产的话 那按照老人是突然去世的 没有这个遗嘱 那就按法定继承 法定继承的话 来讲的话 应该是属于平均分配的 如果说没有 父母之前没有债务 或者是跟哪个儿女 养的比较多 或生前进的这个 赛养义务比较多的情况下 应该是按照法定继承 来平均分配 那么73 我觉得就分成四吧 每个人不到20万 十多万 那么刚才呢 我觉得大姐和四弟 已经表态了 他们回去会和那个 你的大哥再商量一下 从父母的遗产中 再拿出了一部分的数额 来补偿给你 然后达到你的这种 心理上的一个平衡 这一点呢 他们已经说到了 我想就不要现场 让他们一定把这个数额 说出来 因为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人没在现场 那个你的大哥没在 所以呢 把这个 大家达成这样的一个意向 大姐呢 麻烦回去牵头一下 找一下 你的大弟弟和你的四弟 一起商量一下 再给老二多少钱的一个补偿 这个事情 你能做到这个 彻底的心理满意吗 可以是吧 好 解答完毕 今天这场调解 看似针锋相对 但它弥漫的 并不是硝烟 而是弥漫着亲情 从今天的这么一个 势力的解决 调解成功 它就说明了 如果说 金钱 来和亲情PK 金钱 绝对败诉 特别想跟你们说的是 钱是用来幸福的 如果钱干扰了幸福 我们就放弃它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爱是最贵的 祝福你们 谢谢 一元老师 我现在脑子里只有一句话 是刚才大姐的一句话 大姐那句话是 什么是幸福 一家人快快乐乐在一起生活 就是幸福 其实很多时候 可能真的没有特别多的问题 而缺乏的是一个 可以让我们静下心来 坐下来 把自己真心话说出来的机会和平台 我也很感谢我们今天的节目 感谢各位调解员老师 给了这一家人有一个 把话说清楚 让彼此脸上 是重新洋溢着幸福的机会 真心地祝福他们 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